以前他还在的时候 在他的树荫下 我们戏班都有依靠 风吹不着 雨打不着 现在这棵大树没了 我真不知道未来 何去何从 哥 咱们的戏班如果想继续往前走 就不能一直沉浸在这件事情里 从今往后 咱们两个要以真心戏班为己任 要把戏班的日子 过得比以前更红火 只有这样 才能告诫爹的在天之灵 真心戏班 真心戏班 那 谈何容易啊 所以啊 哥 咱们俩才要相互扶持 相依为命啊 对 相依为命 你说得对 我们两个不就应该相依为命吗 这是爹的遗愿 也是我的心愿 爹临终的时候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才是这个西班的班主 从今天起 我和西班的兄弟们 都听你的 可是我担心 师兄弟们会不服我 怎么会呢 要不是当时 你在戏台上救师父的场 我们早就被龙扶西班的马老板轰走了 你天分本来就高 现在是我们西班的爵儿 也是全东江的爵儿 要是有人不服你 我断天赐第一个站出来跟他理论 但是哥 这班主的位置 本来应该是你的 我觉得有点对不住你 有什么对不住的 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家人 分那么清楚干吗 我断天赐也不是个心胸狭隘之徒 从今天起 你主外我主内 我们两个 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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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师兄弟们 师父还在的时候 我经常偷懒甩滑 承蒙各位师兄弟的照顾 和师父的包容 我才成为咱们戏班 遭罪最少的 论辈分我不及各位 论辛苦我也不如各位 论亲缘 我才成为咱们戏班 我更不及天赐 但是师父他老人家 既然开口说了 把戏班托付给我 我也绝不会推脱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大家以前的小师妹 而是这个戏班的 班主 想当初 师父他老人家 就是在这儿 鼓励咱们戏班在东江第一次亮相 直到他老人家去世 都没有再登上过舞台 他是我 误打误撞 成了大家嘴里所谓的名角 但是师父教导过我们 在这东江 他们什么样的名角没见过 什么样的好戏没听过 如果不使出压箱底的绝活 我们如何在这东江 站得住脚跟 戏不是我一个人的戏 而是大家的戏 戏班 不是我一个人的戏班 而是大家的戏班 师父他老人家 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咱们每一个 绝不能给他丢人 绝不能给师父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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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西班 天英 天气那么热 别那么辛苦 休息会儿吧 我没事儿哥 这个西班是爹的命 既然他老人家把西班托付给我了 我怎么能闲着呢 手再抬高点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你要真为我好啊 就不用拦着我了 我没事儿 看我啊 哥 慢点儿啊 小心点儿 小心 小脸上 你这什么时候结束啊 我胳膊都要抽劲儿了 到了 来 我平时叫你好好练功 你偷懒不练 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是吧 使劲儿扇 好 来 来 好 手带挺高点 好 我们回来吧 走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已经第三遍了 我没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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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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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别生气啊 就按照您说的做 五五开 就五五开 就五五开 好让otypes 你 settings 邱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罗复生 这个钱 你还是得收回去 我们戏班不能收的 这个钱又不是我施舍给你们的 我好歹也算是你的资深细迷吧 预知未来一年的细节 不过分吧 你已经拿这个借口 帮过我很多次了 我不能再这样了 天忆 我知道 为了老班主的丧事 你们积蓄已经花了七七八八的了 如果你一个月没有收入的话 你手底下还有那么多人要等着吃饭的 到时候 如果西班有什么动荡 你也对不起老班主不是 再说了 这钱我不是送给你的 我是借给你的 所以等你商业付出之后 你必须要拼命努力 不仅要成为东江的名军 还要成为全国的名军 到时候你不仅要还清 还要连本代理的一起还 可是 天忆 天忆 你打算一辈子这样 再也不想见到我妈了 许星成我求你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许星成 你干什么 你快把我解开 这样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你 许星成你疯了吗 赶紧把他解开 罗夫生 你没有资格教训我 我还当你是兄弟 如果你还把我当兄弟 那一天 你就不会拦着我和天忆 离开东江 如果你把我当兄弟 你就不会在这段时间 一直接近天忆 扩大我们之间的裂痕 我没有 你有 明明我们之间的比赛 已经分出了胜负 是我 我赢得了天忆的放心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 罗夫生 许星成你够了 你现在的举动 跟你以前讨厌的警察 有什么区别 区别 区别在于 我在用暴力的手段 做正确的事 天忆 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 快放开我 许星成 我在院子里就听到你的声音 你这个害死我爹的凶手 居然还敢上门挑适 还敢抓天忆 哥 杀人凶手 天忠地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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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静一下 这是个误会 许星成 你快点把我放开 星成 你把天忆放开 我送你回去 不 我死也不要放开 好 小王 原来我小看了你这个小白脸 还算是个带主的玩意 既然你死也不走 那我就成全你 让你给我爹成名 别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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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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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只是那个许心诚 你今天也算是 见识到他的真面目了吧 天鹰 我求求你 你不要再跟那个 许心诚来往了 就算是为了我们死去的爹 就算是为了我们整个戏班 他许心诚 真的不是沈游的灯啊 天鹰 要 谢谢 我够受了子弹擦伤 应该不必住院的 医生说再观察一会儿 就可以走了 那就好 那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罗副生 今天的事情 谢谢你 你不用感谢我 好 反正不管有什么事 你自然去美高美照 徐局长 上次您派人送给我的千年人参 我还没来得及当面道谢呢 来来来 请 林老板是个大忙人 咱们怎么有兴致在会所请我喝酒啊 徐局长 你太严重了 就算我再怎么忙都应该约你出来 你不要忘记 咱们两家人是市教啊 对对对 徐家 林家 还有洪家 我们三家可都是市教 只是这段时间走动得越来越少了 但是你最近不是跟洪家走动得比较频繁吗 那还不都是为全子能早点安定下来 说到这儿 我得多说一句啊 你们两家现在好像关系有点微妙 让我让我这个做兄弟的在中间不太好做呀 徐局长 徐局长 说白了 如果今天不是看在您的面子上 我想我们林家跟洪家根本不可能要什么往来的 好了 好了 不谈这个了 我言归正传啊 我听说这个洪家 好像被一个叫什么星龙馆打压得非常厉害 真有歧视吗 哎呀 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个什么星龙馆 在东江占了很多的地盘 的确 对洪家造成了很大的危险 哎 所以我说了 正是物极必反 盛极必衰 徐局长 您说 对吧 这个 确实很难讲 徐局长 万一啊 这个洪家衰落了 你们两家原本的世纪联姻 可就不能算是强强联合了 林老板说得有道理 我觉得 如果齐恺和星元 能够尽快联姻的话 那不更是一出家谎 林老板觉得呢 当然了 君子有成人之美 但是必须还要看孩子的意愿 如果孩子们都愿意呢 那我 又何尝不想 和全清东江的许家谈亲呢 来 徐局长 请你 谁让你太想的 徐 徐少爷 那个戏班的人实在太放肆了 对我们警局和对少爷您本人 根本没有半点尊重 我是看您有危险了 所以才集中生智一枪打了过去 是 少爷 我跟你说 我的枪法在警局里可是数一数二的 少爷 您这是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干了什么 你竟然对一个平民百姓开枪 谁给你的权利 徐少爷 我是看那帮刁民实在太放肆了 我是为了保护您啊 你保护谁呢 我当时有危险吗 徐少爷 我打的那个小子 他举着棍子到您面前了 我要是再不及时出手 他伤到您怎么办呢 局长给我们的最高任务 可是保护您的安全啊 我就是被打死 也不用你管 春货 滚出去 是 是 来 来 看上去路啊 行行行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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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那台阶 好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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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就搁那儿 天鹰可有日子没出来唱戏了 他以为被哪位爷给包养 恰为人妇了呢 没想到今儿个又复出了 好啊 你说说 这天鹰不登台演出 其他人的戏 怎么听怎么不是滋味 这可是个大好消息啊 是 咱得早点告诉老票有们 看看 看看 这么多人 看来 咱们这沉寂了许久的戏院 又要活起来了 是啊 是啊 咱们比了好久的钱包 那也要鼓起来了 是啊 是啊 天鹰 咱们说是吧 也要记忆一下 天鹰 掉了一个上午的嗓子 谢谢吧 谢谢哥 谢谢师弟 今天晚上的演出 腌制快不够了 那快去准备一些吧 没钱了 为了让师父走得风风光光的 大家伙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 现在连胭脂都买不起了 没事 天鹰 你先带着师弟们练功 我去借点钱 等今晚开唱了 咱就不愁了 这不愁了 那是 绝不能跟师父丢人 这不愁了 放这儿 这什么呀 你说什么呀 你怎么又来了 真能指自家院子 说尽就尽呢 你们唱戏呀 这戏服用不着天天换 这道具基本上也是固定的 但是这个胭脂 你们每天都要消耗的对不对 今天是你们戏班 重振起鼓的大日子 这就是我送的贺礼 怎么样 满意吗 这么多 这么多 这个好贵 不愧是洪家二当家的 出手啊 就是阔出 是啊 这么多胭脂 够咱们西班用隔大半年的了 剩下的都能熬着吃了 就是啊 就是啊 陆富生 对啊 你这胭脂买得也太多了吧 我大哥是个操汉子 也不知道女生该用什么样的胭脂 就一样都拿了一个 就你话多是吧 我连这个都有啊 我觉得这个胭脂的颜色呢 特别适合你 喜欢 罗夫生 这胭脂呢 不只是我们唱戏用的 还有很多是那些小姐太太 平时用的 这个 就不适合我 这 这胭脂还有那么多讲究啊 当然了 这些 能退吗 退什么退啊 你们听着啊 你们挑一下 你们唱戏能用的 你们就留下来用 如果不能用的 你就留着自己 平时用 你们玩 你们玩 这给我啦 进来 大哥 进来坐吧 大哥 怎么今天这么有空来找我 我今天来啊 是为了你跟福生的事 不是我找罗福生的麻烦 是他不顾兄弟情义横刀夺爱 破坏了我和天一之间的幸福 星成 我们都了解福生 他不会做这种事的 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误会 这哪是什么误会 什么公平竞争 谁先追到就是谁的 什么牺牲自己的幸福 来成全我和天一 罗福生他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却一直在暗中失败 星成 也许事实的真相 不是你想的那样 看在大哥的面子上 给福生一个解释的机会 大哥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只是经过了这么多事情 我对罗福生已经彻底失望 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他 星成 我们是二十年的兄弟 你忘了 我没忘 我只是知道 人善就会被人欺 星成 大哥 别再说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哥 喝口茶吧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客气客气 来来来 里边请 许公子 您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啊 你看 今儿啊 是天英复出的头一场 这哑座都满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对了 那个洪家的尔当家的 也在哪儿 要不您二位凑一桌 跟他一桌 我可不必了 我坐这儿就好 那 那可真委屈您了 小聪 小聪 来来来 招呼许公子啊 许公子 有什么需要您就叫我 我先去忙去了 好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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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开始啊 干吗去了呀 来来来来 马洛伊 开始了 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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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您找我 嗯 坐吧 你最近在忙些什么的 电影公司正在筹备一个新的电影 我正在做准备 你真的肯定你盯着的不是女主演洪家大小姐吗 我从小就教育你 作为一个成功的人 必须要把有限的精力 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来 不要提我们洪林两家 关系有多糟糕 啊 不管怎么样 你也不应该把大部分的时间 花在一个明明就捧不红的女人身上 你不觉得是在浪费生命吗 父亲 洪兰她一直都在努力 我相信她是个有潜质的演员 其实爸爸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都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男人 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 不应该太顾及一些小情小爱 成功才是你现在最需要的 最近我知道洪家的势力呢 有所削弱 许家对洪家的态度十分微妙 我看许行成跟洪兰的婚礼 不是完全没有变数 现在正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你听我说 斩断青丝 马上把这个许行员追到手 这才是我们林家最重要的事情 懂吗 我明白 您放心 父亲 我会把工作和感情分得很清楚 这边家如此运气 莫非莫 露出什么破绽来 里奥 这边家 四肢被一轻微呼呼 莫不死 莫不死我毛了 正前 我无法抢 回来 莫不死我 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来 我的嗓子 你放心吧 你嗓子可以说话 能说话 我喝过水 我嗓子怎么样 医生是怎么说的 你别着急 医生说 你的嗓子是暂时性的 可能是因为最近压力太大导致的 所以 你一定要放松一点 别把自己逼得太近了 你知道吗 放松一点 我的嗓子就会好 毛老板 我求求你了 你再给我们多点时间 天忆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今晚了 下一次 你能不够 自己逼得